前一輪製的五陋蛋勾起很多朋友的回憶 有朋友問我五陋魚又怎製呢? 今天繼續來這間懷舊老字號 再製作五陋菜 五陋菜其實是用薑、巧頭、青木瓜、紅蘿蔔、青瓜等 用糖和白醋醃製的 它酸酸微微特別開胃 很多朋友從小吃到大 五陋魚和五陋蛋做法差不多 今天買了一些鯇魚腩 洗乾淨一定要吸乾水分 你們用其他魚或整條來煎都可以 我們放一點鹽和胡椒飯 拌一拌魚腩十分鐘 接著撲一撲生飯煎香 這些懷舊菜式我覺得很喜慶 以前小時候逢練過節就見到它了 有時候製作酸甜排骨也可以放一些 小朋友一定喜歡吃 我們剷起魚之後 就將五陋菜倒入鍋裡煮一煮 接著就擠些茄汁、糖、你覺得不夠酸就給點白醋 我覺得加了茄汁已經酸 我就不下醋了 自己喜歡 覺得不夠酸就自己加 OK的了 倒入魚 輕輕地翻炒幾下 簡簡單單又一餐 過冬想不到吃什麼就煮它了